鸡蛋浸泡了5分钟后 就会回到普通失温的状态 可以立即吃又可以 或者放入冰箱不吃 放入冰箱再保持住几天 慢慢吃都可以 可以打开它 大家看到它的效果 就是温泉蛋的效果 由蛋黄开始熟 然后蛋白是半凝固 很多不同的食法 你可以加一些冷面汁 凍汤 这样吃 这个熟了 这个熟了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蛋的大小 也有影响出来的效果 譬如你自己喜欢的口味 你想去再稀释一点 浸的时间再短一点 如果你想去再熟一点 你怕吃生鸡蛋 浸的时间再加长一点 而且其实每只蛋一大小 都有影响到时间 这个就是你自己弄多几次 自然就很容易掌握到 那个熟度 成熟度是怎样 你就自己可以上压 譬如我今天做了几个不同的做法 我今天就选了这个 黑松露 配黑松露 配一个三文鱼子 如果大家买黑松露的话 你买一些正货 不是正货 就是买一些原产地 例如法国 意大利那些很贵 可能可能比金更贵 一万元一个公斤 但是现在 中国在云南 现在培植到很多 这些所谓A貨松露 便宜很多倍 就是五百元一个公斤 但是它是急凍的 没有原产地那些那么漂亮 但是如果买A貨也不怕 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 其实这些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令到那个松露起死回生 即是立即令到 哇好像很名贵 你可以在超市买一些松露油 这些大概是二百多元一瓶左右 在那些大型超市 例如说那些 讲得名的 City Super Sogo 那些都买到大概二百多元一瓶 它有一个很香的松露香味 其实这种松露 你买回来 其实它都有一个很香的香味 其实松露它本身最值钱的地方 它不是咬下去吃松露的口感 其实主要吃松露是吃它的香气 它的松露香气 是一个很难形容 很特别的一种气味 有些喜欢闻的人 就很喜欢闻那种松露 就是觉得好像是一个 不属于繁奸的一个香味 有些人会很豪华 整粒吃 其实松露 你之所以它的香气 散了出来 你要切开了松露 你才能吃到它的香气 有些餐厅 很有桌头 整粒给你吃 就浪费了松露 我们一定要切开了 松露的味 才会在松露本身的菇 在菇类的菇 在菇类释放和散发出来 其实切开了 大家都可以闻一下 其实很有种香气 为了令到它的香气更加全神一点 我们就加了一点 有些不喜欢的人 就觉得它是一种寒粟味 即是咸鱼底那些 通常它吃法很多 通常最普遍是用在沙律 在你面前用很漂亮的炮 炮几片出来 用意粉 通常它就不会煮 一煮高温 就会令到香气散发出去 就浪费了松露 通常是炮出来吃 就是这样的 你放松露油 拌一下 大家再比较一下 香气增加了很多 你买一些这么便宜的松露 A货松露 我们叫做 亦都可以用得比较豪 比如煮饭的时候 你可以切片铺在饭面上煮 对 蒸鸡都可以放几片 煮到整个松露蒸鸡 其实都挺好吃的 放在饭面上煮 放在饭面上煮 有点味道 差不多熟的时候 放下去煮一下 你咬下去的时候 本身的质感有点爽爽的 口感高 味道就不会有 咸甜 它没有很明显的味道 你一定要加些调味 去调回香味 你可以加些盐 现在很多人很创作 做松露雪糕 你加糖 你加糖分下去 就变成一个甜味的食材 你加咸味 加些盐 或者加些大咸的调味 就变成一个咸味的松露 我们今天就选了松露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鸡蛋上面 其实现在有很多店铺 是比较少的 通常是急凍了 一百盒 一年四季都可以 大概是 大约五百元左右 我们可以放下去 除了配松露之外 你也可以配三文鱼籽 甚至是黑鱼籽的鱼籽 你可以配不同的东西 也可以 甚至你可以把冷面汁 放进去 拌一拌吃 但是很多时候做沙律 你可以整个温泉蛋 放在沙律上面 因为温泉蛋 它的蛋白和蛋黄 都是半凝固 所以你把蛋 拌在沙律汁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种 很 liquid的沙律汁 拌在沙律汁 其实是很好吃的做法 我们可以配些鲨鱼籽 如果再漂亮一点 可以加一点葱花 芫荽碎 其实上桌就好 好得体 很漂亮 因为我们煮菜 其实豆腐、蛋 这些我们都叫瘦物 瘦物的东西 我们通常要加一点油 去滋润食材 我们可以加几滴 那么多的松露油 除了令它更加香之外 亦都令到那个蛋 或者那个 属于瘦物的食材 吃起来比较滑一些 就是这样 而且松露和蛋 它本身都没有味 吃的时候 也可以加一点海盐 很多时候大家 现在很多餐厅 或者很多人 都用海盐去煮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家通常在家 煮菜 用烤汤 或者在餐厅那些 餐灼盐 其实都是一些 化学提煉的盐 其实它是化学制品 而海盐 就是它本身用海水 蒸发了提煉的原盐 酷料 酷料 就比较多 和健康 这个也可以加进去 如果你们吃的时候 早就自己加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本身 吃咸的程度是如何 適量加少許下去,令它更加滋味 如果想好一點也可以 上桌時就得體很多 可以一次過做好一顆放在冰箱上 放一個星期都可以,如果你不放開